只有在日本环球永城才能体验到的超级任天堂世界 真的仿佛闯入到了游戏里 可问题是因为爆满 即使去了也有可能体验不到 收藏这份攻略 今天就告诉大家 日本环球永城到底应该怎么玩 首先旅游旺季的开源时间 要比官网上写的早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你按照官网时间来门口排队 会发现日本当地人早就坐上了过山车 和我一样 喜欢穷游的朋友 入园后千万不要被各种IP吸引 要尽快直接冲到这里 拿园区入场号码券 排队是完全进不去的 因为人实在太多完全是预约制 而且即使是早晨10点 也有可能被抢光 虽然还可以抽签 但是中的几率真的不大 拿到号码券后 尽早去排队买这个环丽奥的手环 扫描就可以联动手机 带上手环还能和其他人一起组队对战 手机硬币也很简单 和游戏里一模一样 但是在玩之前 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好环丽奥的主题三厅 各种限定套餐还是很值得的 当然如果想更轻松地玩 更多的园区和项目 买个快速通关券 就能基本解决以上所有问题 比如我今天就给大家测评了一下 这个快速思想券 无论是马里奥卡丁车 库巴王的挑战书 我最喜欢的《花里波特的禁忌之旅》 还是《小黄人》和《蜘蛛侠》 忘记每个项目120分钟的排队时间 只要不到5分钟就能玩到 不过大家千万要在官方认真的店铺购买 网上很多价格低得很夸张的入场券和快速票 都是非正规途径的无效票券 在入园时都会被检查到无法入场 最后我会在粉丝群里 跟大家分享一份 最新的日本花圈影城电子地图 大家记得来邻居哦 这样氛围感满满的日本花圈影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相用体验评分